TVBS采訪團隊在環泰軍演 登上普林斯頓號巡洋艦 大家可以看到普林斯頓號的 最強防空系統 就是這個MK41的垂直發射系統 裡面這裡有122管 戰士能夠搭載了戰斧許意飛彈系統 每一秒可以發射一發 美軍第一代搭載神盾系統戰艦 即將在2026年退役 也就是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 參與環泰軍演 雖然是一艘老巡洋艦 也不排除除意 但艦長強調戰力還是很強 而這戰力是否支援 台海升溫的緊張局勢 艦長說得非常保守 不只開箱普林斯頓巡洋艦 停靠在珍珠港邊的費茲捷羅號 最大彩蛋就是原本魚叉飛彈的位置 換成最新型的海軍打擊飛彈 而且發射位置是隱身在甲板後方 全新裝備在環泰平洋軍演中亮相 實際效能也備受期待 TVBS 洪富華 劉婷婷 夏威夷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